好的 那我們現在到的地方呢 是他們的LL層 就是他們的休閒娛樂設施層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的位置齁 就是他上一層呢 就是他們的 L的大廳接待會台 對 然後就是等於他們的餐廳 咖啡餐廳的部分 旁邊就有一個手扶梯可以 坐下來 就可以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就是大廳酒吧啊 櫃檯的地方 雙線街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LL層的部分 他的設施這裡面會有一些 三溫暖啊 健身房啊 美人湯之類的 那三溫暖的部分就是 房客是沒有提供的 就是要另外付費 好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房客是免費提供的 那B1的部分就是剛剛所說的 撞球啊 兒童遊戲室之類的 然後這地方 這些樓層呢 就是電梯都可以到 不用走樓梯 左邊就是我們的健身房 健身房 如果是爸爸媽媽 那部分想要運動一下是也可以的 那可以到我們的屋台跟 人跟蹤跡一下 所以這邊就主要就是 玩泳池跟十八美人湯的位置 喔 在這邊 這邊都可以 房客就是都可以提供這個浴巾之類的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往 泳池跟美人湯壁吧 它 醜叫府 而且我們這邊還是有一個小小小小軸 遊行區 遊行區 而且已經快要過來 旅遊三美穎庫了 沒有概ved 你可以去買一下 好 因為這邊是戶外的部分 我們如果就要 直接powers去搬嶼晒 好 那我們就直接 好 走 好 好 好 那走 它有時區部分 目前都是有開放的 所以目前都是 365天都有開放 所以它就是常溫 對,常溫 這邊有一個打卡拍照的 愛情 愛情秒人區 真的很漂亮耶 上面有愛情鎖 會幫他們 其實是愛情鎖 大家來的話 要打卡一下 泳池 我們的泳池是全台中唯一的 鹹水泳池 鹹水 鹹水泳池 它的特色是 它比較 類似 就是 不會很鹹 不會很鹹 很類似 很像溫泉的部分 哇,好有特色喔 然後它的水深是140公分喔 對,140公分 好,140公分 小朋友 這邊還有一個錢的 好 美人湯更衣室 好 好 所以要往這邊吧 這邊往前 往前 好,我們來到了美人湯 哇,美人湯還有兒童細節區 好 這就是男女跟衣室的部分 好 這就是男女跟衣室的部分 好 好 所以那個勇石跟美人湯 我們跟衣室都是在這一區 對,都在中間這一區 好 那我們要進入我們 走囉 哇 這邊是一個洗腳池 是 好 那我們就畫一下囉 哇 小朋友的天堂 天堂 那我按一下 這邊 這邊 按摩 這邊 在床屁上有白色的按鈕 上面有水桶 喔 白色的按鈕 這邊 這邊 哈哈 等一下會衝下來喔 你們這一區應該不會 不會吧 哇 哇 哇 好棒喔 這邊可以 做 SPA 好 好 哇 這邊是兒童的汽水區 小朋友的天堂 哇 這邊都是SPA泳池喔 水深的一百一而已 所以說比較 對 差不多 有國小的小朋友也都可以來玩 哇 好多喔 那我們前面是美人湯的部分嗎 好 我們往美人湯的方向走喔 這邊也是SPA出嘛 對不對 它是常溫水 哇 哇 哇 OK 好 我們往美人湯的方向囉 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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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來泡一下 一定要來泡喔 哇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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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泡高溫的 喔 前面那邊比較 溫度比較低一點 好 這是他們的美人湯的部分喔 OK OK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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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歩 就常溫的部分 那如果冬天比較冷的部分就可以來溫泉這邊這一區 那如果夏天的部分就是可以玩外面的遊池喔 對不對 哇,所以這邊水上設施的部分還蠻特色的 對喔,這是他們的水上設施兒童遊戲區 還有SPA區 對,來太東一家在這邊玩喔 好,那我們的分享到這裡唷,掰掰